2003年9月 台湾军方对三军联合作战指挥系统博胜案进行招标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一举吃下了这块总价值达1000亿元新台币的大蛋糕 其他几家公司也向台湾出售了大量军火 比如博音公司的鱼叉反舰导弹 复仇者防空导弹和阿帕奇直升机 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生产的ERC鹰眼预警机 单价就高达2亿美元 这些军火商在竞争的同时又相互串联 组成了美台商业协会 专门为美国军火企业在台湾寻找商机 但是买同样的武器 台湾当局要出的钱却往往比别的买家多很多 由于台湾的军购大饼实在太大 有时美国军火分公司根本持不下 于是就交给台湾的代理商来做 台湾媒体披露 锦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岛内就有八家代理 台湾时报周刊曾经刊登文章 这样描述这些代理商 台北有批生意人既富有又低调 除非是圈内人没几个人认识 也不是八卦杂志跟拍的对象 这批神秘客专做军方生意 通称军火商 文章说的正是那些岛内的军火代理商 代理商获得的利润相当可观 不少人为取得代理权用尽手段 据台湾媒体报道 由于台军方所设置的武器获得管理士 对军事采购有建议权 因此美国军火公司基本上都是从台军内部 寻找合适的人选 安排他们退休后成为自己的代理 这些人对台军的建军计划 以及人事了如指掌 很多甚至是军中采购人员的老上级 办起事来特别容易 台湾的一家媒体时报周刊 曾刊登评论说 2000年陈水扁上台 从2000年到2004年 在陈水扁第一任期内 军购方面只有基德舰和博盛案两项 总共不过1000多亿元新台币 可是陈水扁在连任后 马上推出6000多亿元的军购大案 这些军购案要是都做成的话 明摆着岛内军火界又会出现一批人大发奇才了 这些钱养活的是那些既得利益者 受苦的却是台湾的老百姓 难怪岛内反军购运动持续不断呢 军购案是岛内一些军购代理商的摇钱术 但是受苦的却是台湾老百姓 他们竟然被要求省下喝珍珠奶茶的钱 帮当局还债 难怪岛内反军购运动持续不断 台湾军方自己曾就三项重大军购案 做过民意调查 在30岁到50岁的青壮年中 一半以上的人表示反对 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禁止的民调则显示 四分之一以上的受访民众建议将军购预算全部撤销 同时赞成两岸走向缓和的台湾民众认为 台湾的安全应该建立在两岸互惠互利和平稳定的架构上 台湾不能再用传统的军事对抗来维护安全 说白了 陈水扁之所以匆匆忙忙在下台之前操控成立军火公司 目的就是要垄断台湾未来的军火买卖 既为民进党敛财 也为自己下台之后寻找裁员铺路 但是这次他的如意算盘显然是落空了 达政案背后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黑幕呢 还需要一点一点的揭开 好了本期的台湾外相就到这 要跟您说再见了 下一周同一时间咱们台湾外相见 七千多大陆驴工远离家乡到台湾谋生 他们经历风浪 他们收获了什么 那住在这里习惯吗 这时刻还可以的 还可以啊 会不会觉得很小 会不会觉得很小 不会 谁能了解他们心中的酸甜苦辣 当年想啦 一般的三个月就想回家 他们未来将何去何从 台湾外相为您讲述大陆驴工的海上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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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